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这几个月的过程中 我们参与在其中选举里面 虽然觉得很忙碌 但是觉得非常开心 而且认识了很多好朋友 对 而且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好的选举人 而且更了解美国的选举 还有共和党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 这次其中选举 总结来讲两边都没有赢 两边都选的不怎么样 当然比较差的是共和党 因为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共和党有非常大的期待 觉得说现在油价这个样子 物价这个样子 然后教育各方面 这些都所有东西集在一起 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都降低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人 会投给民主党 这也是非常奇怪的吧 你觉得 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其实原来的期望放得非常非常高 但是实际上的预期效果来讲 当然是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但是我经过一天的沉淀之后 昨天我情绪非常低落 对 然后经过一天的这个沉淀之后 我比较冷静 就是可以慢慢接受 然后可以比较理性的去想 说这些到底是为什么 然后很多人会说是共和党大输 其实没有 共和党赢的还蛮多的 只不过就是没有期待中的赢成那个样子 对 因为本来是什么红色海啸啊 各方面 结果现在红色水滴红色眼药水的那种感觉 那这里面可圈可点的就是佛州 佛州原本是一个Purple State 然后现在整个大翻红 整个就是亮红在那个地方 Purple State就是美国有两党 一个是左派的Democrats 民主党 他们的颜色就是蓝色的 然后红色就是共和党 那这两个党 两个都有可能赢的 就是摇摆州啦 那之前佛州一直都是一个左右不定的一个州 就是每一次选举 布希的时候变红色 然后欧巴马的时候变蓝色 川普的时候又变红色两次 然后现在是变着大红 在那个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点蓝在那个地方 连最蓝最蓝的民主党的那个Stronghole 永远都投民主党的 这次也翻红了 你说有没有Red Wave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一个Red Wave 然后就在佛州发生 然后刚好佛州是全美国第一个开始开票的 所以说当它开始开票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我们这边三四点的时候 我一看新闻 然后看那个数字 我说 哇靠 这太漂亮了吧 就真的是红色的海啸 因为是从这边开始往这边开 那按照时间来看 这边还没有 他们那边是最先 对 然后我那时候开始写新闻稿 就叹叹叹叹叹叹 哇红色海啸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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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开开开开开 我想说一定没问题了 就是全美国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结果并没有 那个红色海啸就在佛州就搁浅了 那在其他州就开始 哎奇怪 怎么宾州会这样 哎怎么欧海洋会这样 哎怎么密西根也没有转 哎怎么威斯康森也没有那个 然后结果我们很期待 因为我们是在加州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这次看到加州 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也好 包括我们群里人 都对这一次的选举 跟之前来比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就是很多大家都参与到 线下的工作里面去做 对 包括很多教会 教会之前就是 啊没关系啊 怎么什么 怎么啊 人家选他们的 我们只要安心相信主 然后呢 一切交给神就好 然后什么都不做那一种 那这一次透过 AI news的宣传 还有我们积极的参加 各个祷告会 然后还有跟牧者同工 在那边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力量 特别是从教会来的力量 华人的教会都起来了 然后英文的教会 更是不用讲 一堆教会起来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本来对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有很大的期望 我们觉得说 这些之前不关心的人 现在全部都起来了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结果 那对于我目前为止啊 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还是关注加州的选举比较多 因为我们投入精力比较大 但是现在啊 录节目的截止目前为止来讲 我看那些我觉得还好 就是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还好 你就比如说像州长的这个选举好了 其实两个人的票 没有差得说特别悬殊 没有说完全就是 Gavin Newsom一马当先 然后怎么办 其实没有 就是我觉得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证明 很多人是明白的 很多人不再因为 纽森特别漂亮的脸蛋 然后投票给他 很多人是知道 而且是明白说 加州现在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些人会说 那我这一次就是投给 共和党这个样子 我最关注的Race 其实就是像加州的众议员的 这些事情 尤其是国会众议员嘛 这个是我这两天呢 就是废寝忘食 我说要我一天在那刷手机 我说更新没更新 更新没更新 我一直在那看 那加州众议员呢 一共有52个区 大部分的结果都已经出来了 但是出来是谁喊说 赢了还是没赢 是AP 就是美联社 美联社喊说他们赢了还是没赢 那对于美联社说的一些结果 我根本就是不同意 比如说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根本就不大 而且开票只开了百分之三十几 你凭什么说民主党那个人赢了 我觉得这点是我完全不同意 因为后面很多票都没出来 你哪怕你说你开到百分之九十五了 或者是你都不用百分之九十五 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七十 你再喊也OK 你开票开到百分之三十几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当然我非常关注的是什么呢 是国会选区第38区了就是勤政国 那现在呢大部分的结果 AP喊出来了 说大部分的结果都已经出来 在AP上面还有十几个区 还是在等待的过程中 在等待机票的过程中 那比如说像38选区 这个勤政国跟Linda Sanchez 他们现在呢开票只开了百分之四十五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为从昨天早上到现在 没有动过 昨天开了百分之四十五 今天看还是百分之四十五 就是他们真的有在计票吗 那为什么不继续 你说好你再多开三趴 我也我也OK是吧 你昨天百分之四十五 你今天百分之四十八 你百分之五十 我都认了 完全停在那里 根本一动不动 没有人在计票 而且这两个人的票数相差的非常少 只有六千票而已 也就是说呢 还有十万票没开 还有十万张票没开 但是现在的差距只有六千票而已 其实是非常非常短 那包括像我们报道过的 三十五区的麦卡尔盖 现在开票也只开了百分之四十一而已 而且他距离对手也只有七千票而已 其实这些距离都不是很远的 不是说民主党人夸就把共和党人大趴 倒在海滩上起都起不来 其实不是那个样子 我觉得是有一些是可以去追逐的这些票 还没有结束了 现在还是在看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些票给弄出来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这些区就是只剩这十几个 而且现在剩下十几个没开票的 都是票数相差非常低的 都是中间距离非常少 而且只开票开了一小部分的 为什么这些人的票都是停在那里超过三十个小时完全没有动 他们到底在干嘛 这个是让我感觉到非常 就是我会很怀疑就是你们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不开 难道是他们赢了 但你们不想说到底是怎样 我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还是在等 然后加州这个结果 还是不知道 不到最后秒不把票全部开完 我们还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 不管他结果怎么样 要从这次的中期选举里面去总结 就是我们学到了什么 然后我们的不足是什么 我们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我们每个人在未来的两年还要在做什么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好好唠一唠 就是我们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那中期选举呢 对于民主党跟共和党两方来讲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两方都是失败的 那很多人会说什么民主党很成功这一次 甚至还有人说什么 虽然我觉得拜登选进去的时候我不看好他 但是这次他选的真的很漂亮 他反击了这次的那个Red Wave 真是可怕 有人居然会这样讲 对说真的你我请那样子说的人出来说 拜登做了什么 拜登从他当选到现在他做了什么 他就是开始一直在那边乱开支票 然后我们丢了好像几亿的东西给乌克兰 他除了做这些事情还做了什么 就是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然后很多人支持他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左派他们不需要一个好的领导人 好的国会议员或者是一个参选人好了 他们不需要一个好的候选人在这个地方 但是共和党是非常需要一个好的候选人的 民主党他的人可以中风 Federman 对然后甚至已经死了都没关系 还是大赢 对 landslide victory 他死了都还是可以继续赢 就是他们完全不在乎他们的候选人的质量 对 但是共和党这边很在乎我们选举人的质量 我们很在乎说他的价值观是不是好的 他的品德是不是好的 然后他是不是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是什么什么 他有没有跟我相同的价值观 共和党的人是或者保守派的人是比较在乎这样的东西 而且包括像我们 我们好像真选候选人 我们对他们条件要求太苛刻了 是吗 你不觉得吗 就是我们会比一般的共和党人对他们的要求更苛刻 对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素质有要求 我们对他信仰有要求 对 我们要真的真别说这些人到底行还是不行 对于民主党来讲 在这一次中期选举里面 他们自己会认为自己是相当成功的 对 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们推出了一个中风病人 他们推出了一个死了几个月的死人 然后这些人都可以成功的当选 因为你想想一个死人都能当选 那就证明他根本就没有去campaign 这个人死掉了他没有去campaign 他没有去campaign 他怎么赢呢 他没有像秦政国什么一样 他们到处去跑 然后到处去干嘛 但是他赢了 为什么 左派就会自然的认为说 这些人他们是按照党派投票的 他们不会说 因为这个人 我支持他所以我投票 选民甚至不知道他死掉了 选民就是按照党派来投票 就说我就是支持民主党 我不管这人死了还是活了 我们就偷他 那这样的话 左派就会得出一个结论 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说 哎 你看我们这份 派出这些下兵卸将 他们居然都能把共和党人 那边是不是精心挑选的 这个良将给打败 这原因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他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些事情 所有在美国里面 传播的这些文化跟价值观 他们会认为 这些东西是普遍得到民众支持的 而且他们会认为说 我们都做成这样了 他们还这么支持我们 所以民主党会认为说 永远都不会有红色海啸产生 那这是一个 其实很一般的事情 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在想说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强大 为什么我们这边campaign了半天 结果竟然还是有人去投左派 像那个Linda Sanchez 看那个他竞选那个照片的时候 他要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染粉红色的头发 你完全不会想说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样子 但是大家还是会去投票 就非常邋遢 然后你也不会想要这样一个人 让他去美国的国会代表你 对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已经是一个文化了 所有的好莱坞 然后什么Angelina Jolie 然后什么领养一堆孩子 然后把这个孩子一个一个 男的变女的 女的变男的 然后打篮球 那个什么Dewijn Wade 一个好好的一个儿子 就是应说他 你是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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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说 我今天是个女儿 然后我学校告诉我 我是女儿 其实这些父母很多变态的 行为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影视圈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电影是这样子演的 我们的各式各样 我们的明星 网红 全部都是用这个样子的文化 来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大众就会觉得说 明星是这样子对的 明星这样做是对的 他可以变得有名 就是因为他这个样子 他很勇敢 当我们把这些错误的事情 变成了一个勇敢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自由的时候 这个时候选民就会觉得说 我只要支持这个样子的方向 就OK了 所以说这会是民主党这一次 得到的最大的一个错误的观点 就是他们不用在乎任何东西 你派个西瓜出来 民众还是会选西瓜 那这个呢 通过这一次中心选举 民主党人会得到这样一个确据 就是我派个瓜 我派个啥出来 他就都赢 是因为人民爱戴我们 支持我们 那共和党会认为什么呢 共和党会认为说 这真是奇怪了 美国都让他们祸祸成这样了 你看周拜登一天 两个话也说不清楚 你看那个Finderman中风 脑袋后面那么大一包 还有人选他 觉得说油价都已经这样了 加州人你们不闹心吗 你一去加油 六块钱七块钱一个加轮 你们不闹心吗 对吧 经济经济不行 然后教育教育不行 又告诉小孩变性又什么的 所有的事情都烂得一塌糊涂 但是共和党人不明白 说为什么这样子都没有办法赢 这一点就是共和党最会做出的一个错误决定 而且共和党是从80年代就开始一直在做这个样子错误的决定了 你看小布希那个时候就是在说 We are the nice Republican We're not like the old Republican religious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是 我们是好的共和党 我们没有那么严苛 我们在乎的是经济 我们在乎的是全民的这个口袋 而不是在乎什么宗教啊 信仰啊 什么什么主义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讨论的 我们就是好好人 然后他们以为这个样子可以赢得选票 共和党每次在做的事情就是选举之后呢 他们就讨论 就说我们这个文化价值观是不是太深入了 我们是不是太多的人进入这个文化的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不要有这么多的冲突 不要有这么多的缴获在里面 他们在这个左派在弄什么 就给他们弄 那我们就是专心就是 我们就是让大家都有钱 我们大家就让大家过得好 我们大家不要有通货膨胀 降低通货膨胀 然后呢 我们就是大家减税 这个大家都爱减税 我们只要让大家有钱 大家就会开心 就会投给我们了 这是共和党每一次选举之后 都会得到的一个结论 不知道是谁想的 也不知道是谁讲出来的 然后他们是连历史都不了解 很多共和党的人会说什么 We are return to Reagan's Republican 他就是说什么 雷根什么都没做 就只减税而已 No 雷根打赢了苏联 这个样子的事情 然后共和党的人没有记得 雷根的价值观就是在这个地方 是有很强壮的价值观 但是共和党永远不会了解这一点 所以就是在每一次选举之后 然后一总结 结果老总结错 老爸那个重点放错 说我们下一次要更加努力的提倡减税 我们要更加努力的说 我们要降低通货膨胀 我们抓着民主党人 我们就抓他们 你要高税收 你要那个通货膨胀 你要怎么怎么样 一直抓的都是这些东西 那其实呢 这一次我们从这个佛州的一个大营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从里面总结出来一个观点 就是说共和党人 包括我们这一次七中选举 共和党走的路线其实是错的 他们放的重点是错的 佛州为什么这一次会大赢 因为他们把重点放对了 那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文化的清洗和传播 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一个东西 就跟刚刚说的一样 就是从布希那个时候开始 那左派的整个 你现在看到所有左派议程 什么同婚啊 那个变性人啊 黑命贵啊 这东西一切都是从欧巴马那个时候开始被放大的 欧巴马之前其实美国没有那么分裂 美国那时候就觉得说 你犯罪的人就抓进去关 没犯罪的人的话 你干嘛把人家抓进去 法律有一套很精确的断定罪恶的一个东西 然后左派右派都同意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的话就变成就是 一切东西都是有跟什么肤色有关 跟性别有关 跟性向有关 就是原本大家都已经不在乎的事情 他们突然就把它抓起来 然后全部变成一个文化战争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欧巴马之后的延续 他那个时候教育出来的一群人 他那时候八年 你想说一个人从12岁开始 然后呢 八年之后他20岁了 20岁之后开始投票 那些人全部都是觉得说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们都是怎样怎样 然后我们要起来反抗这个东西 所以说他们创造出来了一群的人 要来去维护他们的 一个generation的人 要来维护他们的主义 还有他们的文化 这一次共和党做了一个 很错误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过度的神化川普 我们过度的觉得说 川普什么都好 川普绝对是怎样怎样 我们前天才出了一个影片 就是说我们这次还是要川普 来带领MAGA这个东西 那底下就一堆人就说什么 对只有川普可以救美国 只有川普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只有川普是可以带领美国 然后赢得什么什么 这不是我们在说的东西 我们在说的不是说 只有川普才可以做 我们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 每一个人都要付出 每一个人都要努力 Dr. Art是一个非常棒的神话川普的一个例子 Dr. Art是一个非常烂的人 他十几年前就开始支持儿童变性 然后还有变性人 然后所有的左派议程 他身为一个电视上的医生 他全部都支持过 然后15秒之前 他就变成一个保守派 然后说你们要投票给我 然后我很右派 为什么 因为川普背书我 他以为这个样子就可以赢了 然后川普真的背书他之后 反而把另外一个共和党的人 放在那个地方 结果大选的时候 这个Dr. Art就是被一个脑中风的人打下来 为什么我们要选他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左派了 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的悔改 他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证明 然后你要我们把票投给他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Federman赢 其实不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东西 那Decentes就是完全不同了 Decentes他一直很尊敬川普 他一直都没有跟川普吵 川普骂他 他什么话都没讲 一到现在 已经隔了几天了 就是聪明的做法 对 他可以赢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知道这是一个文化战争 然后他是一个道德 还有价值观的战争 左派的整个议程就是在摧毁家庭 那保守派的对策 就应该是要保护家庭 Ron Decentes抓住了这一点 然后获得了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选战 他做到的事情 就是在说我是你们所有父母的后盾 我是自由的后盾 我昨天的影片讲到说我今天会讲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自由这两个字 每一个人都喜欢自由 每一个人都崇尚自由 每一个人都觉得自由是人的权利 但是我们现在要定义的东西就是 自由是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只要 就是透过这一次选举 我们发现只要定义自由 然后只要可以说服人民自由是什么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会大赢 像说我们加州民主党大赢 我们定义的自由是什么 自由的堕胎 自由的烂性 自由的做坏事 自由的吸毒 自由的打打枪 对 政府给你权利 让你得到这个样子的自由 那佛州那个地方是什么 我们要有教育的自由 父母要选择教育 我们孩子要有自由 我们要孩子要在安全的环境得到自由 不逼别人打疫苗 没有人可以逼你打疫苗 你有医疗自由 你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可以得到自由 然后你有选 你有自由的去选择去做好事 而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社会还是有定力 还是有你不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那些东西是伤害到别人的自由的 所以说我们就要定义说 什么样的自由是我们要的 这个是这次选战里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两边的定义自由是什么 那我得到这个自由这个想法 是因为我昨天 我手机掉了 我去接一个前辈 鼠林上的前辈的时候 然后我手机掉了 然后就再也不见了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说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不知道 我现在不知道看什么 然后我连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要听那个新闻频道啊什么什么的 我都没办法听 但是某层面上我是得到自由的 但是我却觉得被捆绑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自由 还有我想我的想法这些自由 还有我平常做这些事情的时间 交给了我的手机 所以我反而是被我的手机捆绑的 所以说我们在定义自由的时候 像说加州这边定义自由的方法 还有佛州定义自由的方法 两边都在说我们要的是自由 但是自由到底是什么 这东西我们要重新的定义 然后让人 让更多的人接受到好的自由 什么叫做好的自由 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一个没有底线的自由 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放到 人的生活里面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知道了这个方法 你只要知道了这个目标 你就是可以得到人民在你的背后 然后帮你投票 那这样看来在加州要做的工作很多呀 因为他们脑袋里面已经被根植了什么叫自由 你要去反转这个定义 这不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反转是一定有可能 因为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 像说你不可以杀人一样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堕胎不是杀人 很多人觉得说某种情况下可以杀人 而且杀了人是可以应该被得到原谅的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跟别人辩论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站稳你自己的脚步 我们常常就是在一个辩论里面 我们会back up 我们会觉得说 OK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 你想这样就好 你想这样就好 那个不要伤和气 然后什么 左派还会觉得说我赢了 你们这些什么基督徒保守派的 没有一个人讲得过我 然后我最聪明 你们什么基督教 什么圣经 什么智慧 什么从神而来 他们会这个样子觉得 他们赢了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真的去跟他们抵抗 我们真的要占好我们的山头 划清我们的底线 就是不可以堕胎 同婚就是罪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样子的定义 我们才有资格去说别人 对 那这个就是涉及到说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不管说这次开票出来的结果 是怎么样 路都是要走 而且要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就像你刚才讲的 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这个当然是我们吃了善恶树以后 那个果子以后得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 如果作为基督徒来讲 你就会有圣经 有圣经的话 你就应该要知道 神对这些事情是怎么说 神的律法是什么 这个是作为基督徒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素质 那如果圣经里面讲的东西 跟你现在的认知是不同的 那你要做的就是放弃你的认知 去跟随神的认知 这就是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是你要把你原来的思想给抛弃 如果你不懂 请去问属灵前辈 请去问你的牧师 为什么圣经里面是这样说 因为当同一个问题 你跟圣经的看法不一样 一定是你错了 你不用想别的说 有可能神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就是你错了 不用去想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在基督徒群体里面 就像你讲的 我们如何要跟那些人讲说 不可以堕胎 请问现在在所有的基督徒群体里面 有多少人认为被强奸了 被乱轮了是可以堕胎的 有多少人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你这样认为 请回去看你的圣经 请去问你的牧师 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看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要出一集节目来 专门讲这个 太多的基督徒 我相信大概60% 80%甚至的基督徒 是同意了 你被强奸是可以堕胎的 而且用这个东西 来合理化所有的堕胎 所以之后什么呢 教会要发出影响力 教会要发出影响力的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每个人 要更加装备自己 这个是前提 不然你要发挥什么影响力 左派人来跟你说 我们就要堕胎 你说我同意 那请问你的影响力在哪里 你就不需要发挥任何影响力了 因为你跟他们的看法 观点都是一样的 对吧 教会里的人 要先明白 神的教导到底是什么 圣经要好好学 主日学要好好学 而且要好好的明白 神的诫命 对我们的律法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罪 什么是不是 然后你做了什么事 会导致你以后 永远都不可能建造神的面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要先去明白的 所以要先educate yourself 要被建造起来 每天读经祷告 这个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少的 先被教导起来 先被建造起来 然后你才可以去影响别人 我们说你跟别人辩论 不是说你指人鼻子骂 或者是你去嘲笑人家 不是 是你要让他们明白 为什么是这样 有这样的对话的话 这是你的一个机会 这是你向他们传福音的一个机会 这是你让他们明白神的律法的一个机会 所以教会要发出影响力 首先先做门徒训练 门徒的建造 对吧 每一个人把这个东西都做好了 你才能出去发挥功效应 而且说真的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 他们是完全左派思想的 特别是什么年轻人的牧师 已经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要制定一个全新的 崭新的战略计划 我们要跟Run the Centers一样 我们要把东西focus在家庭上面 我们这次可以看到 就是尽管这边 家座这边已经7块钱了 油价 还是有人继续投 Do you hate yourself? 你讨厌你自己吗? 你恨你自己的钱包吗? 你真的是看到钱 你就讨厌 你就喜欢丢给Gavin Newsom吗? 怎么会有人这样 没有人会这样 每一个人都是爱钱的 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在金钱上面 我们是可以有讨论机会的 对就是你说他们在乎吗? 他们在乎 你说他们有多在乎 非常非常在乎吗? 没有那么在乎 对 他们这些人在乎的是什么? 他们其实在乎的是文化 然后是自由是什么? 自由是什么? 就是这两次 佛州跟加州这两个党 这是大赢的原因 只是他们自由站错地方了 我们要制定一个新的计划 我们要制定就是 家庭的是自由的 我们要一个有自由的 而且和谐的家庭 我们要创造出一堆候选人 是有能力的 来去保护家庭的 我们的候选人 不能一直在那边讲说什么 油价怎样怎样 然后什么什么 像那个Brian Daly 那时候跟我在interview的时候 我问他怎么样 都是Gavin Newsom的错 都是基督徒的错 基督徒不出来的投票 我们不要再听到这种东西 我们要的领导人 像州长这样 真的就是领导人了 我们要的领导人 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争取自由的 然后知道自由是什么的 而不是说像Gavin Newsom一样 这样扭曲自由的 我们这一次的投票率 整个加州的投票率 你知道各位猜猜看多少 我先给你三秒钟 把你的答案写在下面 答案是23% OK 等于全加州有77%的选民 注册选民没有出来投票 他们不想要投票 为什么 里面有多少的是共和党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Ron DeSantis 会可以有这个红色海啸 是很多共和党的人搬去那边吗 不是 是他inspire那边的共和党人 说我做你们的 后盾 而且我做你们的领导 你可以勇敢的出来投票 然后我会支持你的价值观 这个样子 共和党的人才会被激励起来 这个样子才会有红色海啸 未来就是AI News 还有AI News以后的候选人 我们支持的候选人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保护家庭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愿意 为了我们的家庭而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愿意 为了我们的家庭而牺牲 我们会愿意站在我们爱的人的前面保护他们 这个就是我们要保护的 那什么样子叫做家庭 什么样叫做一个家 什么样叫做爱 爱这个字已经被左派用到烂掉了 我们要让所有的人知道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律法 什么样叫做自由 我们这个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在保护什么 所以未来我们的方向会是以家庭为主 然后会是以家庭为主軸 然后接下来我们认识的候选人 我们也会告诉他们说 你如果要像Ron DeSantis那个样子的话 你如果要有一个红色海啸的话 你就要出来保护家庭 所以这个就是重新画一个重点 让我们更重点的去promote什么 对吧 那你说像共和党人进行量 他肯定会反对高油价 对吧 他肯定会反对那个同货膨胀 这些东西都不用说 但是这些东西 我们这次发现来 不是大家在意的重点 所以我们要promote大家在意的重点 然后把这些优秀的候选人给推出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次只是一个开始 我们有这个机会认识这些候选人 他们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接触下来 感觉到妈呀 这些人真的太好了 很难找到这样的人 我愿意让这样的人 或者在我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这些人 他们永远都不会放弃 我们也不会放弃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起 打团队战的一个时刻 也希望更多教会 能够更多站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说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年轻的牧师 他们是拥有左派的思想 那如果要是说 你是一个牧师 然后你们教会里面 有这样的youth pastor 你们发现 他们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那我觉得 有必要找他们谈话 最起码要把他们的思想给摆正 如果不行的话 请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 教会里不需要这样的癌症 在里面蔓延 你要知道癌症蔓延起来是很快的 在加州这个地方 这些有毒的思想传播起来 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教会里有这样的人 如果经过努力之后 没有办法让他回到神的真道的话 请把这样的人给踢出去 就算那个人是你儿子 对 有更多要案例的牧师的话 那我觉得圣经的价值观 圣经的世界观 这个是一个考核的方面 不光是我们神学 你不能说 语汉福音第三章背下来 就给你背下来 背下来 然后结果这个人 搞了半天知识多态 知识所有一切的 与圣经违背的这样的 世界观跟价值观的思想 有这样的话 这样的人不要案例 我觉得这个要变成一个 教会里面案例的一个 标准 一个标准啦 一个考核的标准 因为你不能 案例一个人 然后这个人会把羊 带到坑里面去 那你要案例他做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 儿童熟识学的内容要改 你要知道 现在很多十二三岁的 这些小孩 或者是哪怕是小学的小孩 初中的小孩 他们在学校里面 面对的这些冲击啊 都是同性恋的 变性人的 所有这些东西 那他们在世界上 在家庭里面得不到的答案 他让他可以在圣经里面 找到答案 让他可以知道 当他面对这些时候的时候 他自己的想法应该是什么 如果他平时面对着 这么复杂的情况 他到了教会之后 你还把他当成小孩一样对待 我们今天来讲故事了 然后讲讲故事 你可以吃个chocolate bar 吃一点零食吧 然后大家玩玩游戏 聊聊天 那他没有办法 从教会里面获得 他需要的 或者是他在世界上 面临到的 被撒旦攻击这个东西 他在教会里面 没有办法得到 这样一个心灵的保护 那对他来讲 教会就越来越不重要 如果是他在学校里面 他在社会上 面对这些冲击 他在教会里面 可以找到答案 他在圣经里面 可以找到答案 知道这些事 为什么是好的 为什么是不好的 原因在哪里 他就会明白 圣经的可贵 他明白教会的可贵 他一生都不会离开教会 如果他要是觉得说 教会只是一个 我吃零食 找朋友一起玩的地方的话 那他很快就会离开 因为外面越来越长大了 可能到了高中 都有车了 或者怎么样 外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有点钱了 外面有很多好吃的地方 他礼拜天 不需要再来教会了 如果他更结识很多朋友 不是从小去教会的朋友 那他礼拜天 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 出去玩 跟他朋友再写 哪怕是写作业也好 逛街 看电影也好 他不会想再来教会 教会 是一个最重要的 传播真理的地方 我们每个人 离开真理 活不了 没有办法生活 你没有办法 面对世界上 给你的一切这些 可怕的冲击 还有洗脑的东西 对于小孩来讲 更是如此 所以教会要发挥影响力 不光是对大人的 成人的主日学 还有儿童的主日学 从头到尾 我觉得要有一个 改革性的方针 要去改革 不光说这一次 我们对共和党的这个方向 我们未来两年的方向 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方向 认知要去改革 教会也是如此 再不改革 耶稣都要回来了 抓紧时间 赶快 我觉得这是要 开一下会要认真 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而不是说 我们能忍则忍 教会情况很复杂 有很多人会不同意 说你的 他们不同意 是他们的事情 说你的 谁让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要害怕 你就像是在教会里面的议员一样 我们这些后校人 是到国会里面的议员 你们就是在教会里面 为神发声的 所以这些事情 该做都是要做 该说都是要说 那非常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要是有任何 什么的想法呢 或者有什么问题 想跟我们讨论 欢迎你在下面 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知道 好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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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